政委員你好 部長 這個我們台電已經將合一研議計畫 送到原能會審查 那請問何時會送出這個廚藝計畫 廚藝計畫在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要送 所以就是說我們合一要進入一個 既審查研議又審查廚藝對不對 是 他就是把那個選項把它放在 兩者一起審查 所以本席在這個去年審議算的時候 要求原能會去問你們 到底我們的政策合一是要研議還廚藝 請你今天再講一遍 我們合一到底要研議還廚藝 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說把兩個選項 我現在要問你 你的政策立場是研議還廚藝 兩個選項都要把它放在那個地方處理 你不要再繼續說謊 你給原能會的函 在我們教委會報告過了 很清楚方向要研議 你今天在這邊不敢回答 我先請問你 假設研議審查通過了 請問你到時候同時進入的廚藝 計畫是要撤回還是繼續審查 那個到民國105年的12月 這個決定就一定要做了 民國幾年 105年的12月的時候 去明年12月 對 一定要做這個決定 這個毛院長說7月 你12月才做 難道毛院長替你審查嗎 不是院長說的 毛院長在院會講是明年7月 我現在再回答我的問題 請問你研議如果過了 你廚藝是要繼續審還是撤回 你不敢回答嗎 很簡單嘛 研議已經送了嘛 研議的 然後廚藝後送嘛 所以研議如果先過了 廚藝就不用審就撤回了嘛 對不對 部長 你們這個叫真研議 假廚藝啦 廚藝計畫送的是假動作啦 因為研議先決定嘛 對不對 不是 報委員 不是 不是這樣子 當然可能待會兒蔡主委可以幫我吧 這個你不用否認 你給原能會的函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因為本席有提議三讀通過 原能會如果不知道你們的立場 不得完成審查 這是本席的提案 所以你給阿拉的函就很清楚 說要研議 那你今天在這邊不敢說 我現在請教你 你剛剛說這個研議 明年什麼時候決定啊 因為年底的時候 一定要做一個政策決定 明年年底決定 那你今年決不決定 今年就是我們就是 你今年決不決定 我們今年要做的事情 野手道決不決定 我們今年就是不要 我們今年就是要把那個廚藝的 廚藝的計畫放進去 所以你今年不決定嘛 你今年不決定 因為今年不是決策點 那我請問你 你說你明年會決定對不對 明年12月決定 是 毛院長說7月了 我請問你 你明年你可不可以決定啊 7月到12月之間 你可以決定嗎 7月到12月之間 我請問你明年1月大選後 你可以決定嗎 1月到5月進入看守期 你可以決定嗎 誰在這個位置 誰就要做決定嘛 看守期還決定什麼 這個不只要 你要尊重民主原則 我現在其實很簡單 你們現在就是拖了 好 那我現在回到 我們今天的這個題目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現在要送 1200宿再處理到國際 今天我們委員會做這個決定非常對 至少要暫停 但是我認為還是應該要撤回 為什麼 剛剛第一個理由 提案裡面講的是 違反預算程序 事實上我跟周委報告 你不用同意我們已經通過了嘛 不只是違反預算程序 第二點理由 我請問你 原能會審查你的再處理計畫了沒 審查了沒 還沒完成審查嘛 還沒嘛 董事長已經說了 還沒嘛 對不對 還沒嘛 還沒送嘛 連送都還沒送 程序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一下 不用浪費時間了 我已經叫委會問過了 連送都還沒送嘛 還沒完成審查 還沒完成審查計畫 就招標上網了 所以不僅違反預算程序 你完全是安全管制於無誤 所以你沒有未審查先招標 也不對 也應該要撤回 再來我再請教你 請問你們屆時送給原能會的審查計畫 除了再處理 要不要同時送回存計畫 回存的計畫要不要送 就是說20年以後 這些核廢料再處理之後 到底要不要回來 要不要送這個計畫 叫做高放射性廢棄物 回運後資儲存規劃 要不要送 也要嘛 這因為是台電上面公告 也要送這個計畫嘛 那我們今天都說了要20年送回來 我請教你 你這個計畫需不需要新北市政府的同意 要不要 邏輯上要不要 要不要 儲存廠 但是就是這個進進出出應該不需要 儲存廠所在地在新北市嘛 所以你要不要新北市政府同意 如果 如果要放新北市要嘛 對不對 儲存廠要新北市的執照嘛 該是儲存嘛 對不對 請問你新北市同意了嗎 儲存廠現在還沒有啊 還沒有嘛 所以新北市不可能同意你回存計畫嘛 他現在需要我們再補文件啦 請問你有沒有正式發言問新北市啊 所以咧 剛剛委員問說新北市有沒有同意運出 不只咧 新北市也沒有同意你回存喔 所以你現在送出去回來放哪裡還不知道 放你家嗎 你們當然希望放幹事儲存嘛 對不對 我請教部長你知不知道 你送出去是一定要運回來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是 你知道 本席問過法方啦 這個非常清楚 法國政府他會規定他的民間公司 要跟台灣談再處理必須有個前提 就是我們送出去一定要承諾要運回來 這個要放在契約裡 對不對 剩下的物資當然要送回來 你在這邊說實話 對不對要運回來 所以你屆時一定要回存計劃 回存計劃 新北市沒有同意 所以第三個理由 沒有回存計劃招什麼標 也不應該招標 好 在這裡面還有很重要 回存是已經再處理過的核廢料中間啊 所謂再處理是拿掉布跟釉對不對 高放射性 布跟釉拿掉之後呢 是那些其他的國家的公司要去找買主啊 請問部長屆時如果他們找不到買主沒有人要買 我們怎麼辦 那處理廠要處理 那處理廠要處理 要運回來對不對 那處理廠 那部長 我是說他那個 那個處理廠要處理 他們處理還是我們處理 他們 他們 部長你不要在這邊 這個空口出牌 我問過了 是 這個都沒有 都還沒有在契約裡 我必須告訴大家 我問過了 事實上 根本沒有跟法方 跟其他國家談過 你們只不過去法國參訪了一下 回來就寫招標案 你搞不清楚這些問題啊 人家沒有一定說要買到 找到買主的耶 是要去找 找不到 到時候怎麼辦 還要帶回來耶 我們再處理完 結果高放射性要帶回來怎麼辦 所以這些八字沒有一撇啊 所以也沒有 他寫在招標文件 沒有回存計畫 何況高放射性 所以咧 最後一點啦 今天有委員說 喔 我們反對這個計畫要求撤圍 是不是反對 核廢料運出去 我跟大家說 我剛剛這樣一問 就知道八字沒有一撇 最重要的是說 為什麼 既然八字沒有一撇的事情 為什麼台電急著 要招標這個案子 部長你知道嗎 現在的合一場啊 這個是我們這一 這個醫藥機 我們的燃料素 用過的燃料素快滿了嘛 對不對 我們到一月啊 已經過去的今年一月剩九格啦 我們只剩九格可以放 我們到明年三月要再退出一百二十數 退無可退 所以今年就會面對 這個合一場醫藥機要停機 現在因為在審研議啊 停機就很嚴重啦 一個停機的 退無可退 要爭取研議是很困難的 所以你們現在先趕快送一千兩百訴出去 然後跟我們說 這只是先行計劃 你們目的是要幹什麼 要換研議啦 對不對 所以才會這麼急嘛 這麼急著 你本屆政府都沒有辦法決定的事情 急著要招標 就是要換研議對不對 跟研議真的是沒有關係啦 我知道你會這樣講 研議還有另外一個審的計劃 我知道你會這樣講 跟研議沒關係 那你能不能在這邊承諾 你是廚藝才要再處理 廚藝再處理 你能不能承諾 那他現在 你不敢承諾嘛 他還在40年的有效期間嘛 你不敢承諾啊 所以你的前提 你的前提就是要送出去爭取 在這個審查過程 研議的這個運作狀態嘛 可以不停機嘛 原人會誠實回答給我們了 原人會說 他不管你前後有沒有回存 不管核廢料能不能處理 他只管審查當下 核一廠有沒有安全運轉 所以你的企圖已經非常清楚了 所以我現在請教部長 這樣到底划不划算 剛剛有委員說 怎麼我們反對核廢料送出去呢 送出1200數而已啦 我請教部長 現在123廠加起來 現在有多少燃料數 一共有好幾 一萬七對不對 一萬七千多少 多滿四十年會產生多少 兩萬二對不對 我算兩萬好了 給你們保守算 再給你多研議二十年 那就多多少 數學算嘛 再多一萬嘛 總共三萬對不對 好 所以很簡單啦 你們送1200數要幹嘛 爭取核一研議 爭取核電廠研議 再多一萬數啊 各位 剛剛有人指控說 反對這個招標計畫 是反對核廢料送出去 我說錯 是送小營大 送1200 爭取研議審查通過 然後呢 讓他研議 我們要再多產生一萬數 燃料數啊 這樣划算嗎 不 報委員 這樣划算嗎 我在這邊還是要跟你們報告 他是兩件事情 研不研議有他考慮的因素 你說兩件事 所以我剛剛問你 你能不能承諾 你廚藝才做再處理 你敢不敢承諾嘛 但是他四十年的期限還沒有到 他就停掉啦 對嘛 所以你不敢承諾啊 所以你不敢承諾啊 不是 所以你現在邏輯就是因為 你先審查研議 然後你研議過之後 廚藝計畫就可以退回去啦 你先爭取一千兩百數 讓原人會審查的時候 狀態是可以運轉的 然後爭取研議 然後廚藝計畫送回 就達到你的目的了嘛 最後我告訴部長啊 你回去查一下 你後續如果有這麼多 這個 你只送一千兩百數就要一百一十三億啊 你如果後續全部照我剛剛講的 都全部要送出去再處理 再回來回存的話 我幫你算總共要三千億 好 你現在的和後端有多少錢 兩千四 兩千四包括除疫 包括最終處置喔 再處理只是中期的儲存的中間一部分喔 結果就要花掉三千億啊 事實上你的中期儲存 只有規劃了三百九十億 所以完全沒有錢 沒有錢的事情也要送到立法院 然後先拿一百一十三億幹什麼 就是爭取研議嘛 所以我幫你分析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我覺得趙偉今天做了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 這個不是只是違反預算程序啊 你們喔 跟國人資訊公開透明講清楚 到底涉及哪些問題 還有這個 事實上也可能不是本屆政府 可以決定的事情啦 所以我最後問你啦 這個兩黨主席政治面已經都宣誓得非常清楚 蔡主席很清楚 非核家園 蘇立倫主席也講過 核一二三場不演義是確定方向 請問朝野兩黨都是這個方向啊 今天國民黨委員不敢為你們背書 請問你們聽不聽 朝野兩黨的共識 你們不聽 不不不不不 我一直跟你們報告 就說這是兩回事情 我們必須面對核廢料 兩回事我現在問你 這個核廢料我們必須要面對嘛 這個核廢料我們必須要面對嘛 研議廚義也是經濟部要決定啊 怎麼會是兩回事呢 那現在 我現在就問你研議廚義 朝野兩黨看起來領導人有共識啊 你們還聽不聽 你們聽馬英九的是不是 不是今天因為 你們聽馬英九的馬英九 要一意孤行 來繼續搞研議 我最後請教你 假設我們朝野兩黨有共識 我們來立法院做成決議說 核一二三場不得演義 你們要不要遵守 那另外一個問題 我今天要跟您報告的 我現在問你們要不要遵守啊 立法院的所有的決定 我們當然要遵守 立法院的決議 我們當然要遵守 我希望國民黨委員啦 朱主席的方向很清楚 就是不演義 我們這個案子要提到院會 我們希望立法院趕快 為人民做出決定 不要讓一意孤行的行政機關 浪費錢 卻在做偷偷演義的事情 決策點是在明年的12月的時候 那個是一個一定要做決定的時候 您剛才說的那個東西 立法院如果有決議 行政單位一定要遵守 任何一個行政院他必須要 好 謝謝 好 各位請先用餐 好 接下來我們就請這個 好 各位 好 各位